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人 要回家 我们要回家 他们已经去了应该快20天左右了 然后目前身体状况都是全家都不健康 但是我怕疫情越来越严重 是不是很危险 我希望他们第二班的班机 让他们有机会坐着第二班机回来 因为他们第一班机 小孙女是有状况 长期用药 癫症 但是第一班机没坐到已经很委屈了 全家都在那边 也没办法回来工作 然后小孙女这样子我们也会担心 好 根据警方统计 目前今天下午来到现场的家属 至少超过了80位 而他们有些人说自己的家属困在那边 原本只是回去过年探亲而已 就因此是受困在武汉回不来了 而很多人甚至还必须要吃药 甚至有这个阿嬷她哭了 她说她小孙女才三岁而已 有一些相关的一个症状 必须要定期来服药 药物量是不是能够足够呢 以及大户是不是买到这样子的药物 让她相当的担心 这种政府真的能够听到他们心声 都是台湾人都是一家人 能够透过包机的方式 让他们尽快回到台湾